大家好,我是老油条 老油条带你一起看没看过的佳作、神作、好玩的电影 看电影就找老油条 今天一起看一部日本真人动画电影 电影名字《暗杀教室》 电影一开始就是高潮 镜头从月球表面掠过 月球被扎出一个大窟窿 画面从临巡的地面开始往回拉 直到映射出整个星球 再从月牙形的星球正中穿过 然后继续前行 镜头继续拉近 画面中出现了几架直升机 并排坐着两排士兵 气氛相当凝重 一位军事长正在告知任务 告诉我们任务时间限定两个小时 这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任务 任务完成与否 总部在两个小时之后都会诈平这一代 总部严密监控着任务的一举一动 7K中一位赶死队员 突然被不知哪里出现的绳子拖走 队形迅速收紧 队长往前扔了一颗照明弹 火光中菜鸟队员还是忍不住开了枪 神经紧绷的队员都乱了套 开始四处射击 接下来一名一名队员被绑走 画面也切换 学校理事长正和吴坚正在聊天 理事长在十年之内 让学校成为了全国顶尖的优秀学校 非常成功的铁腕经营者 吴坚是防卫省的精英部队出身 两个人在讨论学校的事情 为了保持学校的高水平 处处为难差班生一班 一班是学校最差的班级 在学校受到老师同学的歧视 被安排在一个荒教野外的破教室上课 男主朝天主就是这个班里的一员 被定义为弱者的田 连自己喜欢的女孩都不敢直面表白 弱者连最后的权利都被剥夺 整个一班的人都认了命 没有丝毫斗志 任凭强者的歧视 生活像形势走肉般 漫无目的的狗活 宁愿被人瞧不起 也不愿意做出努力 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人生 但是这一切将从此刻开始改变 沙阿老师出现 大黄人小眼蒙 我们暂且称呼他为大黄 电影刚开始的任务就是消灭他 大黄就是破坏月球的人 并且计划在明云三月份破坏地球 大黄拥有20马赫的速度 一马赫是一倍音速 20马赫就是20倍音速 许个物理的都知道 音速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是340米每秒 超音速战机最快能够达到3马赫 导弹的速度也只不过在4至5马赫 20马赫就是24480公里每小时 也就是说 在一个小时之内可以绕地球转一圈 人类无法消灭大黄 防卫省特意研制出了 只能伤害大黄的生物武器 大黄奇葩地和政府妥协 要求来当一般的班主任 给这群差班生来杀死自己的机会 并且成功的人士会获得100亿日元的奖金 这对于被抛弃被歧视的一般而言 一群对未来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孩子而言 这成为了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或许可以将自己的人生重新改写 干掉沙老师 重新点燃了一群孩子的生活希望 故事也正式开始 学生每天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杀掉大黄 对于这么强大的敌人 为了解决他必须学习大量的知识 为此学生的主任务由暗杀成为了学习 政府为了保险雇佣了职业杀手 也就是本片的颜值担当碧琪老师 碧琪老师主任务是暗杀 附带人务是一般的英语老师 碧琪老师依然打不过这位超生物的存在 男主田文文静静 喜欢记大黄的一些细节 看似没用 但是细节决定成败 大头设计套路大黄 利用田园做人体炸弹和大黄同归于尽 这种炸弹只会伤到大黄 对田园没有任何伤害 即使是这样 大黄依然逃脱 大黄展现了技能一 一个月大黄需要脱皮一次 大黄用脱皮挡住了炸弹的攻击 大黄对这件事情极为生气 为了所谓的利益 竟然利用自己周围的人做出牺牲 人品极度垃圾 大黄作为一名老师 不仅要教他们支持 更重要是要教会他们如何做人 不能因为利益放弃情谊 画面一转 第二位男主宇登场 宇本来是优秀般的学霸 看不惯老师和学生对一般的歧视 并且为了救一般的学生 出手打上了优秀般的学生 被老师训斥之后被打入了一半 第一次的见面 大黄就被算计 宇也成为了最有可能杀死大黄的人 宇和大黄的战争也正式开始 宇用鱿修辱了大黄 但是小看着大黄的实力 被大黄反过来羞辱了一番 宇对这个学校的制度很寒心 在宇的心中 插班生也是学生 应该和其他学生受到一样的待遇 而不是歧视 冷落 放弃他们 但是宇的想法在这位超生物面前完全改变 大黄改变了宇对生活的态度 重新变得乐观向上 田野郁闷一个问题 这么强大的超生物 为什么要来教这群差半生物 完全想不通有什么理由会让他这么做 政府方面也再次派出杀手锏 固定智能炮台 这炮台不仅拥有超强的火力网 还可以自我进化 这个家伙不停的设计 不仅需要学生收拾一地的子弹 还打扰了学生的上课 成为了被讨厌的对象 第二天便被学生绑了起来 他们想要学习 对没有听错 一群差半生竟然讨厌别人打扰他们学习 在他们内心心底还是想努力的 奈何周围的人不给机会 本身技术就弱的人 连最后的希望都被浇灭 差半生索性就破关的破摔 一块坏到底 而大黄的到来 激起了他们多年前被浇灭的希望 不得不说大黄是成功的 这比任何现实物质来得更重要 他们需要知道活着的意义 这才是最重要的 智能机器失败再出杀手锏 大黄的弟弟小盈 小盈和大黄拥有一样的能力 头发可以编成任何出手 小盈也是经过改造的兵器 小盈被一个白衣男带过来 白衣男是小盈的监护人 白衣男也是很神秘 小盈为了证明自己 比大黄强大和大黄决斗 很可惜的是和大黄还是有区别的 被大黄解决 镜头也出现了大黄的一些画面碎片 大黄的身份更加变得神秘 毁灭时间一点一点在逼近 大黄开始负责一个一个人的教学 不放弃每一个学生 毕器老师负责英语 乌鲜负责他们的战斗技巧 虽然他们在一开始被学校抛弃 但是现在他们的老师都是各行业的精英 教育程度又要远高于优秀班 他们不仅学会了书本知识 更学会了战斗技巧 可以这么说 他们因祸得福 为了帮助他们得到更好的学习 大黄召集大家一起合宿 毕器老师也透露出一个信息 江湖杀手排行榜第一名是死神 没有人见到过 执行的任务从来没有失败过 完全是一个传说般的存在 不久之后 乌鲜的任务迟迟不完成 派来一个T班 证明T班也是部队精英 喜欢暴力教育 才能的机会 让他打败比自己强大的T班 田面带微笑的解决了T班 有时候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最简单的办法 T班被赶走 大家再次happy 大黄为了鼓励大家 答应大家得第一名的人 可以去掉大黄的一根触手 大黄的触手受伤之后能力也会下降 不失所望 全班六个人得第一名 这对于吊车尾而言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他们却做到了 暗杀大黄如期举行 大家设计了一个水牢 趁大黄行动迟缓封锁大黄 而这些细节都是田的功劳 虽然设计的很严密 但是大黄还有最后的技能 随着一声大爆炸 大黄变成了一颗球 这颗球是高浓度的能量结晶 可以防护任何攻击 这个时候T班也再次出现 T班在所有人的饭里下了毒 T班为了获得100亿来抢大黄 小鹰也在此时来受热闹 与和田联手解决了小鹰 T班也被大家算计 一名精英部队成员被学生给耍了 不得不承认大黄很成功 政府也派遣人员带走了大黄 将大黄放在一个核弹都炸不开的堡垒中 在此前大黄说出了肯定的话 证明了垃圾不是无用之材 垃圾有可能也会变非为宝 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大家的尊重和认可 大黄能够成为他们的老师感到无比幸福 最后大黄感谢所有一般的陪伴 时间凝固 堡垒被炸 政府人员一片雀跃 这边的大家却气不成声 唯一一名认真对待他们的人 竟然是一个超生物 而且还是死于自己的手中 大家都心情很复杂 现场哭声一片 此时有人递出一张手指 黄黄的触手 对 除了大黄没有第二个黄触手 大黄没有死 哭声瞬间变成了笑声 这边的政府却陷入了恐慌 乌坚在惊讶之后也笑了 或许乌坚也理解了这种情意 笑得很令人瞎想 接下来第二个学期开始 一如往常的爱沙开始 大黄趴在窗台回想自己的过去 一个不知名的妹子 在大黄怀里死去 妹子此前嘱咐大黄一定要教好这群孩子 而这群孩子已经变成了精英 这位妹子是谁 大黄为什么来到这里 一系列一团留下了疑惑 第二阶段暗杀开始 电影结束 本电影是根据漫画改编 漫画我也没看过 有哪里不妥的地方还请各位见谅 这是第一部 下期会讲解第二部 这部电影看的还是很棒的 还是那句话 还是值得看一看的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想要获取本片资源 微信公众号搜索老油条说电影 我是老油条 喜欢点电影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